十分危機總能化險為夷 平鎮高中邁向黑豹旗連霸之路 四強賽先發投手林兆恩 八局6K零失分 連中美都說100分 不過男主角本人有個小小遺憾 就是沒能挑戰玩頭勝 教練吧 今天教我下去 累了 應該是我自己累 我不敢爭取 怕被罵 那個危機啊 有處理的好 如果沒有處理 搞不好會平手 就接那個偷手正面的球 男球有點緊張 因為不知道要不要丟 然後看李浩會準備的時候就丟 超乎預期 100分 對 控球吧 因為他今天的控球 控球能力算蠻好的 再來球速跟變化球的搭配 其實都搭配得蠻好的 畢竟他用球速沒有那麼多過 所以在那麼完美的情況下 就是讓他下來 有幫助他下一次出賽 會更有自信一點 如果怕他 因為他第八局球有點偏高了 如果再下去的話 怕第九局有點狀況的話 他會想太多 這幾年守備出名的憑證 不只先發林兆恩 處理球的能力好 二遊防線更讓投手安心 其中遊擊手曾子佑 也以學長江崑宇為目標努力 希望可以跟江崑宇學長一樣 就是手背他的穩定性就真的很好 大家也說我跟他很像 但是就是有一種無形的壓力 對啊就是假如手不好 別人就覺得說可能是他就接的好 就是這樣 然後就被他拿來比較這樣 就是一樣盡量做好 做好就不會有人講話 前一場然後我手背狀況就不是很好 然後丟球就是都丟得不是很好 然後所以晚上就一直重複想要怎麼 把每一顆球都處理好 然後所以今天來的球 就是我都發揮得還不錯這樣 黑豹旗至今七場比賽 憑證高中總計只出現兩次失誤 手背高度穩定是難以被攻破的防線 也是他們挑戰黑豹旗連霸的最大本錢 YT新聞採訪報導